以中央山脉作为创作载体 展现雕塑家林昭沁对台湾土地的真情致性 无论是陶座或公共景专 林昭沁都不断强调亲自动手做的重要性 只要有机会就要去磨练手作能力 不能只画一张设计图就请工厂制作成品 这一次展出的三成之约 林昭沁以台湾的母亲中央山脉作为全岸的创作载体 借由陶、铜、木等不同的创作媒材 提供观众不同的视觉经验 展出作品透过垂直和平行的绝对线条 以激进规律化的重复性几何 在光源投射角度与光源强弱的不同间 展现每一座三成不同面向的阴暗与光明 如同每个人生命中所面对的各种历练与刻皮 呼应着人类面对日趋繁杂的社会形态 及身处现实功利的高压环境间 奋力探索、勇于挑战 实践心灵高度的曲折物成 林昭庆特别邀请国内著名文学家 郑仇宇、萧萧、欣慕、徐庆东等多年好友 以这一次展出为题 写下他们观后的心情 期待经由诗人的敏锐情感 引领大众深入作品的创作精髓 共享雕塑家林昭庆对台湾土地的真情、自信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